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是来找人的 而是到这个药园子里边另有什么事情 既然严师姐不在 那我找这位师弟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师弟可否放在下敬起一续啊 男子吓了吓 和气的说道 航利摸了摸下巴 对方说得如此婉转 他就此拒绝的话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想了想之后 航利走出了屋子 掏出了那块黄色令牌 一道光滑射出 将药园四周的浓雾缓缓散去 结果 在东南方向的静置处 正站着一名黄山的年轻男子 只见此人长得小眼粗眉 朝天大鼻 头啊 偏偏又比常人小了几分 这整个人看起来虽然说不上什么奇丑 但是实在长得有些滑稽 而他的修为只有练气七八九层的样子 竟比航利表面上的修为还要低上那么一分 真不知道这个人是如何混进这洛云宗来的 航利正打量对方的相貌之际 男子呢 却笑嘻嘻地走进了药园内 并热情非常的招呼道 诗帝也是天拳风的弟子吧 我看诗帝面孔陌生得很啊 难道是去年刚入门的 这样一来 我倒也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师兄了 哦 在下姓韩 的确入门才一年多 师兄是尹建峰的高徒吧 韩利将目光收回之后 笑了笑说道 哎哟 原来是韩师弟呀 我是尹建峰的奎幻 和几位师兄负责照看附近的一处零售厂 位置啊 呃 就在数十里外的一个小盆地里边 诗帝要是有机会可以过去看看 师兄我修为虽然不高 可以入门七八年了 这骆云宗的大小事情 各个山峰的师兄弟没有我不知道的 哎 以后啊 有什么不知道的事 尽管问我就好了 这位啊 倒是一副自来熟的模样 韩利微微一笑 眼前这位口若悬河的男子 让他想起了七悬门当年那个自称万事通的小算盘来 同样的零牙利齿 同样的八面玲珑 显然呢 两个人都属同一类人 昂利心里好笑之余 倒也对此人没有什么恶感 多谢师兄好意了 不过 魁兄此次前来有要紧之事吗 他双手抱歼 眯着眼睛问道 听杭丽这么一问啊 魁幻露出了一分不好意思的神情 犹豫了一会儿才抓着头皮说道 哎 这个 要是吧 他 他也谈不上 我这次来呀 原本呢 是想找师姐帮一下忙的 可是没想到啊 管理要员五六年之久的袁师姐 说走就走了 哎 这下这事情还真的有些难办了 帮忙 昂利皱了皱眉 眼露一丝一色 哎 其实呀 也没什么 师弟想必也知道 我们外师弟子啊 因为资质的缘故 一下啊 不太被门内看重大了 那门内若是发现什么法器和丹药 自然不可能有咱们的份 而一年辛苦的零食 也买不起一些精进修为的丹药 来催进修为 因此啊 哎 我和几位师兄弟 其实一直在不远处的绿宗沼泽抓一种稀罕的小动物 雪云壶送到仿式上去卖 哎 这种小壶啊 虽然说不是什么妖兽啊 但是啊 胜在体态娇小 相貌可爱 哎 并且啊 兼通人性 所以啊 非常受门内的女弟子的欢迎 倒也让我们师兄弟小挣了一把 但是在不久前啊 我们却在沼泽内发现一只一种的雪云壶 身上哎 竟有了淡淡的灵气 似乎已经净化成了低阶妖兽的样子 这自然让我们几个人大喜过望 若是能活捉此兽 最起码它能卖出上百灵石啊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大买卖呀 但可惜啊 哎 我们性子呀 它急了点 又没有考虑周全 竟让此兽呢 从手中溜走了 从此之后 这只妖兽就躲在沼泽的深处 轻易的不再露面 我们虽然翻遍了大半的绿棕沼泽 偶尽也碰到过此兽几次 可是啊 还没等我们靠近 他就刺溜一下子 钻入屋泥内不见了踪影 说到这儿的时候 魁幻满脸的遗憾之色 但是当他看到韩丽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的时候 顿了顿又接着说道 后来啊 我们几个人呢 专门观察了一段时间 发现这只一种的雪云糊 非常喜欢吃上年份的黄金 哎 特别是十年以上药性的黄金啊 它更是喜爱至极 于是我们几个人思量之下 要将此兽引出来 那最起码也要五十年以上的黄金啊 它才能不顾一切的跳进圈套中 可是师弟你也知道 无论什么药材一旦上了数十年 那就不是数块十几块零食能拿得下的了 我们以前虽然说手里边也有一点积蓄 但前一段时间啊 却刚刚合力买了一瓶精进修为的丹药 这手里再也没有多余的零食 哎 无奈之下 我就想到了原师姐的药园子里边 好像还有两三株上年份的黄金 所以就过来看看了 可是没想到 这药园竟然已经换成了韩师弟来管理了 这个不知道韩师弟能不能 能不能借助黄金一用啊 奎幻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声音低了一些 有些支支吾吾 看来他也知道 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了 听完了对方的话 韩丽脸上并没有露出什么表情 没有说同意 也没有说不同意 沉默了片刻才缓缓的说道 这药园子里边的确有两株五十年以上的黄金 完全符合师兄的要求 按理说呢 魁师兄第一次找我帮忙 作为师弟 在下不应该拒绝 但是师兄应该知道啊 这药园子里所有上年份的灵药 在下是没有资格动用的 一旦缺少或者有个闪失 在下根本无法和上面的师叔交代 说不定啊 还会有一段责罚下来 这个忙 在下恐怕真的没法帮你呀 哈利这番话呀 说的是冷静异常 让对面的黄山男子听了 不禁露出了失望之色 哎 师弟啊 你放心 我们呀 只借用此灵草几天而已 一到时间就会圆物奉还的 至于起初和移植此草时 绝对会小心至极 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哎 当然了 我们师兄弟可也不是白借着灵草的 事后真得手 也会分师弟一份灵食的 绝不会让师弟吃亏 你放心好了 哎呀 抱歉啊 事关重大 在下不会动用药元的灵草 不过 师兄若真的手中灵食不多的话 在下倒也积攒了一些 可以暂借几位师兄 去那访式另买一株回来 哈利先是拒绝的很坚决 但是随后呢 话风一转 又轻轻的笑着 说出了借灵食的话 黄山男子脸色的听了前面的话 本来有些难看 但是听到后边却精神大震起来 顿时惊喜的问道 怎么 师弟此言当真 哎 若是肯借灵食的话 自然无需动用药元的灵药了 不过 这样一株数十年的灵药 他最起码也要三十来块灵食 才能换来啊 师弟 真的有这么多 奎幻惊喜之后 又露出了一丝怀疑之色 毕竟对一位炼器器修士来说 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这点灵食是师弟入门以前就积攒下来的 如今一时倒也用不上 得了 就暂且借师兄一用吧 毕竟若是仅仅数天的功夫 这些灵食就能翻身一翻的话 韩某也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是 哎呀 原来韩师弟也是做生意的行家 请师弟放心 只要有了这黄金 不说那只雪云胡是十拿九稳的事情啊 奎幻这才知道对方刚才所言是真 不禁喜笑颜开 韩丽笑而不语 单手往除袋中一摸 二十来块颜色各异的灵食出现在了手中 然后毫不犹豫的递给了对方 奎幻呢 兴高采烈的接过了韩丽手中的灵食 拍着胸脯的保证是绝不会有问题 不过他和韩丽在闲聊几句之后就心中有事的告辞离去 望着对方渐渐远去的背影 韩丽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起来 随后轻轻摇了摇头 他自然不会稀罕对方的二三十块零食的承诺 只不过不想刚来这洛云宗就得罪一些人罢了 他还要在这洛云宗待很长一段时间 对方呢 也是个消息灵通之辈 说不定啊 还真有机会用到对方呢 这样想罢 行里面无表情的将药元的禁制重新开启 人呢 就回到小石山的密室之内继续自己的修炼了 不久之后 这个奎幻再次登门 一脸不好意思的表情 现在上门啊 这个家伙倒不是为了归还零食 而是这位竟是要请韩丽出手 一起去捕捉那雪云湖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你们几个人装一只低阶妖兽 难道人手还不够 韩丽勉勉勉勉勉嘴 脸带狐语之色 哎呀 师弟有所不知啊 这只雪云湖啊 狡猾异常 跑起来飞快如风 一般的飞行法器 似乎都无法追上他 我们原本从一位交好的内门师兄那里啊 借来了数感迷宗镇法旗 正好呢 可以布下一个小型的迷宗镇 将此湖困在其中 但是啊 其中的一位师兄 在昨天突然被上面分配的任务 已经不在宗内了 这如此一来 在法阵上可就缺了一环 你说我们要是再找别人 到时候可要多分一份零食给他的 其他师兄都不大情愿呢 所以师兄我就来请师弟出手了 哎 当然了 到时候零食肯定会多分湿地一些的 哈利听了这话 摸了摸下巴沉吟了起来 若是在其他时间 对方来找他 他自然不会在这等小事上浪费什么时间 一口就会回绝的 但是在前些日子 他在闭关室内修炼第四层大眼诀的时候 隐隐地感到了心绪烦躁 始终无法平心静气下来 这应该是功法修炼到了某一瓶颈才会出现的征兆 如此一来 今日和对方出去走走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毕竟瓶颈突破的机缘谁都无法说得准 思量完毕之后 韩利就微微一点头说道 好吧 既然奎兄都如此说了 那就走一趟吧 在下还真是有些好奇 这绿宗沼泽到底在何处啊 先对方答应了帮手的要求 奎幻自然是高兴至极 当即呢和韩利约好了时间地点之后 就喜笑颜开的离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韩利将洞府禁法开启之后 离开了药园直奔约定的地点而去 他脚踩一柄飞剑法器 速度不紧不慢 说起来也好笑啊 法器这东西 他自从结单之后 已经好多年都没用过了 这一柄上街的法器 也是韩利好不容易从储物袋中翻出来的 最不起眼的一件 至于更垃圾的法器 他实在无法找出来了 飞行了半个钟之后 在一座看起来比较高的小山头处 韩利落了下来 这里呢正是他和奎幻等人约定的见面之处 这里还竟无一人 韩利并没有露出焦急之色 因为他来的原本就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一些 韩利没有客气 当即在山头上找了一块干净的山石 就盘踞其上运气打坐 吐纳天地灵气 过了一个时辰之后 天边一印出现了火红的朝阳之时 从另一处方向出现了数个黑点 慢慢的向这里移动着 一看这些人的飞行速度 韩利摸了摸鼻子 心里是一阵的苦笑啊 结果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人呢 以韩利眼内蜗牛爬般的速度 终于飞到了小山之上 哎呦 韩师弟 你来的比我们还要早一些啊 真是有心了 韩利看到奎幻脚在空中笑嘻嘻的 趁他大声招呼着 脚下的踩了一件圆盘样的法器 这是洛云宗给宗内弟子统一配置的 第一阶飞行法器 难怪几个人的速度 如此之慢 说话之间 奎幻呢 就带着其他人降落了下来 没什么 我也只是刚到而已 哎 这几位师兄 就是此行的全部人手吗 韩利从山石上站起 目光一转之后 在其他三个人身上 瞅了一眼 哎呀 抓那雪云湖 五个人正好布下五行迷宗 人多了呀 灵石就会少了许多 这三位是 马师兄 齐师兄 还有王师兄 奎幻满脸笑容的 冲其他三个人指点了一下 一一给韩利介绍起来 三个人呢 年纪啊 都不算太大 最大的就是那三十五六的王师兄 相貌儒雅 白衣飘飘 颇有一些潇洒的风姿 几个人中 以他的修为最高 大约有练气器十一层左右 另外两名青年 一位啊 身材矮胖 一位呢 是面色淡精 都只有二十七八的年纪 修为是炼气器十层 海师弟的事情 我和两位师弟都听说了 看来这一次 真是多亏了师弟解囊相助 否则 我们还拿那只妖狐毫无办法呀 那位王师兄啊 倒也是气宇不凡 一等魁焕介绍完毕 就含笑的对韩丽说道 给人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 另外两个人同样面带善意的看着韩丽 看来先前肯借零食知识 让他们都对韩丽的印象 很是不错呀 师兄太客气了 我只不过想多挣一些零食而已 哎 这些零食也许对助基奇修是 不算什么 但是对我们练气气弟子来说 却不是能轻易介于陌生人的 就此一点 韩师弟也是个可教之人呐 王某算是交定了师弟这位朋友了 韩丽听了这话 心里暗暗点头 不禁又多打亮了此人两眼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怀疑人修仙传》第351回 《怀疑人修仙传》第361回 《怀疑人修仙传》第132回